看一下BBA是怎么做封闭式中网的 别的封闭式中网是一片过去的 但你看它在上面同样做出一些凹凸细致的纹路出来 所以同样是做设计的 但是你看这台奥迪A6 Around E-Tron的Tomsit概念车 它就是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这么一句话 旅行车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奥迪的旅行车 一种是其他 那我想这句话在这台车上面 应该是发挥的更加极致了 而且作为一台来自电动时代的奥迪旅行车 它还是有一些电动车特有一些特性 比如说你看它有一个极短的前旋 还有极短的后旋 就是让整台车的轴距尽可能的拉长 同时用上了一个22寸的轮毂 并且这台车它还有着一个非常低的风阻系数 如果是一台奥迪A6的一传概念车 它的风阻系数是0.22 但是对于这台旅行车而言 它的风阻系数也仅仅是0.24而已 其实这也得益于它非常流畅的车身线条 你看这台车它的长度不够5米 但是通过这么低矮这么高腰线的车身 同样能看得出这台车有一个非常修长 非常优雅的观感 车头也有很多值得细缩的技术含量点 首先玩灯嘛 肯定是奥迪的一个看家本领 最上面这个LED日行灯 它是带有一点点的矩阵的 在上面你可以组合出非常非常多的灯里出来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面 显示不同的效果 而下面这一块真正的投射式大灯呢 在充电的时候如果在你前面有一堵墙 那么它就可以把一些游戏的画面 投射在墙上面去 在你充电的时候帮你打发时间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块黑色的区域 在奥迪的理念里面 它觉得在一些 毫米波雷达啊 包括激光雷达等等的传感器 不应该是直接放在车外面给你看得到的 而是得隐藏在这个区域长起来的 所以把设计跟功能性结合起来 我想这也是奥迪做这种旅行车 一些不一样的思维跟方式 同时呢 这台车它在灯光下面有一个侧向的小角 通过它你可以发现在车身四个角呢 都会有一个高清的投射灯光 投射在地面上 当你转弯的时候呢 在地上也会有相应的灯光亮起来提醒行人 而且包括你看一下侧面 这个车门特别有意思 它是没有传统的门把手的 那怎么去开启呢 它就通过电动的感应 你的手放在B柱的位置靠近一下 这个车门就会打开了 同时这个车门下面有一群黑色的裙边 其实它里面呢 也会藏有一组LED的投射灯 当你走过去或者准备开门的时候呢 它会在上面投射出一系列的文字 包括欢迎你啊 或者欢迎上车等等的字样出来 可以说在这台车上面 奥迪已经把玩灯的艺术 发挥得更加高的一个层次了 同时来看一个细节 为什么我说这台车的风阻控制的特别好 有一点就是这台车用的是一个 不是传统的后视机 而是电子的后视机 但是在中国呢 这个目前还是没能通过正常法规的 所以在最终量产版本上面 应该还是回归传统的后视机 那与此同时呢 你能看到它的B柱 它跟其他普通版本的车不一样 它的B柱是没有凸起来的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它是一片平滑过去 这样也能把这个车的风阻给减轻 同时在设计上面 我们还能留一个细节 你看一下从A柱一直到D柱 有一个银色的亮条一直拉到后面 但实际上呢 它这个亮条并不是它真正的车顶 真正的车顶 其实在比较靠上的那块黑色的区域 所以通过这种小设计 就能把这个车的视觉高度 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奥迪玩旅行车 真的跟别的不太一样 OK 再看一下这个车尾 目前这台车左右两边都是充电接口 由于这台车是一个800V的平台 最高可以支持270千万充电功率 官方给我们说大概充10分钟 你就可以跑到300公里的这么一个续航的里程 但是这也依靠奥迪在国内的一些充电桩的网络给铺设好 但是呢 看一下这个车尾 作为一个电动车而言呢 很容易理解它没有排气管对吧 但是在奥迪这个A6 Around E 厂上面 它还是做出了一个排气管的造型 而且做的特别特别巨大 同时呢 这个贯穿室的尾灯呢 同样带有点阵的一种布局在里面的 也能显示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像素的画面 那么这台车呢 我刚刚看的 车厢里面算是我觉得唯一有点失望的地方 因为它并没有像现在那种新势力的电动车那样 采用一个大年屏或者一种很高科技含量的屏幕在里面 只是普通常规的奥迪的中用台一块屏幕放在上面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版本 那希望如果最终版本上面 在这个车厢里面 奥迪能给到我们更加多的惊喜